听道光官窑粉彩双耳屏到底价值多少 大家记住了道光的瓷器比嘉青的瓷器价钱要高 号称扬州八怪之一绘制的主石图究竟是真是假 很长时间没有这种大名头画 可说来一张大名头 号称清乾隆时期的黄又暗客龙门盘又是否名副其实 一锤定音与您相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来到一锤定音 我是朱毅 首先欢迎今天光临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 欢迎三位 来自各行各业 喜欢收藏的新老朋友 今天要在这个周末时光相聚在一锤定音 今天为本场获胜者提供大奖的艺术家 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的是江西省高级陶瓷美术师 于芳女士 欢迎 于芳江西省高级陶瓷美术师 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 擅长右上花鸟 人物 山水 走兽 构图独特 清新淡雅 作品曾获得国内行业金奖 被美术馆收藏等荣誉 今天 于大师来到节目现场 会给夺宝人带来怎样的奖品呢 请您介绍一下本场的这件奖品 请 大家好 我是于芳 来自景德镇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件奖品 牡丹瓷瓶 发盖富贵 牡丹呢 它自古一来就深受你们的喜爱 它的寓意呢 也比较深远 又漂亮又富贵 是吧 这用的是什么工艺啊 它属于那个 右上工笔 右上的工笔 对 这是您一笔一笔慢慢画出来的 对 对 今天得分最高的那位 将会获得由于芳大师制作的 这样的一件右上工笔的大花瓶 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用来计分的古代前币 东晋十六国粮造新权 是东晋十六国时期 前梁张氏王朝所著 面文粮造新权 传书对赌 是我国古代第一种 以国号作为前文的原型方孔钱 前体轻薄 文字多绘慢 前径二十毫米左右 长出于陕甘地区 目前市场价格两万元左右 不太常见啊 每答对一题 我们身后就会出现一枚 量造新权 好了 话不多说 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一件宝物 这件产品包主认为是 金带钢官窑黑柚直壶 此壶造型粗犷大气 质桌古朴 小唇口 小短流 带状纸柄连带上下 黑柚扮闲闻并出现褐色摇变 近圈足处露黄鹤颗粒台体 与光亮黑柚呈鲜明粗细对比 简桌之中暗含艺术之美 是一件金带钢官窑的典型器物 今天的第一件宝物 在我们节目里边 这个品类出现的极为罕见 号称金带钢官窑黑柚直壶 各位 现在就选 请 再来一遍 金带钢官窑黑柚直壶 你连钢是哪个字你都不知道 哎 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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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蒙完了 蒙完了 咱们看一下各位的选择 来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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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之 你不孤独 你不孤独 你知道吗 有一位大行家跟你意见相同 那看来这个就是少数的是智者 谁说的 不一定啊 对吧 李先生说一下您对这件宝物的看法 因为它这个吧 属于陶类的 它不属于瓷器是吧 对对对 它这个属于那个葫芦型的 没错 因为那个柚和那个胎底比较开门 你瞧 你看 咱这话 开门 你看 但是呢 问题是这么多行家 只有一个行家跟你选一样 我们得听一下别的行 我觉得它看起来比较新 没有那种历史优远的那种沧桑感 就是稍微弱了一点那种沧桑感 对 它这个柚真的是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柚啊 太有点发那种亮光了 它没有那种 就是质朴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刚才说的是官窑 我有个疑问 我们先不说经常 就是官窑的话 它那个底的 它那个柚为什么没有上均匀 我觉得 我什么时候说官窑了 是刚窑 刚窑 那就是我告诉你 它这个窑叫刚关窑 刚关窑 刚关了门的那个窑 那我就搞错了 这个词 我还是第一次听这个刚关窑 这个首先我感觉它是老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到不了金代 而且我觉得应该是北方磁周窑的 应该是明清的 一个很明俗的东西 这个刚关窑不是磁周窑戏是吗 刚关窑这个我不太了解 你还没经手过刚关窑的东西 对 是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杨静荣先生宣布第一件号称 金代刚关窑黑幼直虎描述 正确 一号四号加一分 杨老师请介绍一下这件宝物 这个窑大概不了解陶磁史的人可能对它比较生熟 它在辽宁的辽阳地区那个地儿叫刚关属于磁周窑系列 它是辽金时的一个重要窑纸 刚才我们这个三号认为看着比较新 那个一号后来提出来说这可能是陶 我跟大家纠正一下 这个既不是陶也不是磁 在这个陶和磁之间啊 原来我们有一个名词 我们的叫石器 1200度以上 跟磁的温度是比 甚至有的比磁的温度还高 但是它中间有一定的这个吸水性 就是透气性 就跟我们家就烧的大缸一样 而且它那个柚呢 为什么你看着非常亮啊 它那个柚啊 是烧成温度比较高 而且这个耐酸碱的腐质性特别好 如果说保存到现在 我们从那个磁片挖出来的啊 全都赠光瓦亮的 好 谢谢杨老师 所以呢 这些东西不多见 给他定价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 请各位出价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各位这轮的出价 请看 有人乐的呀 5号 5号特别高兴 我还在想5号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因为我给的太高了 所有人的钱加一块 没有他一个人出的多 黎晴芝出价20万元 告诉我们理由 就因为他太久远了 年代太久远了 就值这个价 是不是 对 这个我觉得首先这个说艺术品 这个就谈不上什么艺术性 所以我觉得它唯一的价值可能就是这个年代 那么这样的东西 如果你们把它征集上来 可能上拍流拍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是吧 征集的话最多是无底价 对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对金代 钢官窑黑幼直虎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八万元 一号加一分 麻烦 请教一下杨老师 刚才二号提出来 说这个艺术性不高 这点会得好好 这说法不太科学 艺术性还是有 因为这个东西 你想这个谣之所以能定为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就说明它这个科学研究价值 历史价值 还有这个艺术价值 那都有非常高的价值 这样的东西 一般拍卖行不能上拍 当然这种东西在国外如果出现在拍卖行 应当比这个价格还要高一点 他们认为这是老窑的瓷器 国外现在对这个我们的老窑瓷器 现在价格是一路又升 好 谢谢杨老师 谢谢 好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二件宝物 请看 保主认为他是叶仰熙所作落神复途 我们请李学卫老师为我们介绍叶仰熙 叶仰熙呢是著名的北派昆曲家 也是国画书法家 这个对民族音乐 对昆曲研究的特别透 主要是昆曲出名 对 昆曲出名 拜普通为师学画 也是人物画 画得非常生动 花鸟也画 这个偶尔画 主要画人物 书法怎么样呢 书法呢写的比较清秀俊雅 清秀俊雅 这是真迹还是艳品呢 请各位现在就做出选择 好了 我们来看看各位本轮的选择 来 请看 一号跟六号认为 这是艳品 我还能打吗 二 三 四 五号都觉得对 四号你是不是觉得 哎呦 这回作业不超一号的 说不过去 对 我一直想跟着 这一号大哥的步伐 因为那个 我看那个印尼啊 应该正常来说 那时候那个条 那个碧玛油或是啥 那印章应该是 有点浸润开的感觉 您懂 因为他那个没有表现出来 散发出那个润的那个 这也没有 没有 所以很像是新的 是这意思吧 来 二号告诉他 为什么这对 书画我也不是太懂 但是我觉得这个画的 还是挺好的 这人物的神态 包括伊文的那个处理 我觉得都还是不错 我就觉得他看着特别舒服 然后不管是画 还是那个书法 特别是书法 我觉得好像是 一气呵成的感觉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虽然书画这边我不懂 但是呢 我觉得可能 就是因为他画得太漂亮 因为过去的审美 不会这样 他有点近似现代人的感觉 古代人审美 应该是病态美 我个人觉得 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这不是古代啊 那是我理解说 民国 民国我觉得 也应该是病态美 这也有一个 诚习的问题 好了 接下来 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李学伟先生宣布 号称 夜仰西 落神复途 经李学伟先生鉴定 这是一张 假货 一号 六号 加一分 难度太高了 李老师 对 这幅画确实是 难度太高了 拼眼力 这个夜仰西呢 是跟普通学画 它呢擅长线描 线描功力极其深厚 它的很多四女画 不上颜色 就是线勾的 你看这个飘带 还是有点弱 这个线条有点弱 没有夜仰西那种啊 像钢针一样的那种 线出来 没有 这是一个一点 再一点呢就是这个字 下边这几个字很像夜仰西 但是上边的字跟下边的字 完全不一样 字体跟夜仰西完全不同 从这种四女上看 看不出来她有没有病态 她是把这个古代和现代 这种女人这种美感 给结合了 其实看身材比较苗条 个子也比较高 这是把现代的一些元素 加在里边了 所以说这个四女看不出来什么毛病 与夜仰西的开 画的四女的开脸啊 造型啊都非常像 唯一的就是线条比较弱 没有夜仰西那种线条那种刚进 好 谢谢李老师 难度确实是很高的 难度确实是很高的 要看很细微的地方 好了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三件宝物 请看 这件东西 号称是清代和田玉子料 欢天喜地挂件 东西不大 名字挺长 认为描述正确 选一 认为不对选二 请 来 看看 各位这一轮的选择 请看 多达四位认为是对的 两位认为不对 我们先听一下三号 和田玉是没错 那个紫儿料吧 我觉得带商榷 因为我看了半天我就没有看到那个紫儿料 就看皮子嘛 对 没有特征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 清朝的这个 我觉得也带商榷吧 说实话 我觉得这雕工真有点愁 我恰恰恰认为它是符合清代做法 我看出来了 你是这么选的 说一下你的理由 我为什么这么说啊 因为清代那个技术肯定不如现代好啊 那我问你 紫儿料的特征你从哪里能看出来 你说一说 紫儿料呢 它都这么小了还不算紫儿吗 山料崩成末就算紫儿料 对不对 是吧 他气得一号直咳嗽 一号 你也给三号说说 你从哪看出这是紫儿料的 因为在清代以前呢 就是说这个开采的一个矿石 这个玉石这一块是特别费劲 原来比如说这个 原来那个紫儿料特别多 没有必要去开采那三料 就是三料这个能力 比方现在的机器设备 它可以开采 那时候没那个能力 我恰恰觉得 这个观点跟一号的有点相反 好工配好料 这个工吧 我觉得不符合过去那个 驮工那个工艺 尤其是眼睛那个转合的位置上 过度太过于圆滑了 好 接下来我代表 本栏目专家施俊超先生 宣布 清代何田玉子儿料 欢天许地挂件 经施俊超鉴定 这个说法是 正确的 一二四五号加分 这其实是送份题 怎么送份题 我跟你说 你看从你们的角度 那如意下边有一片 那个皮子看上了没有 然后当然了你要近着看 然后她那腿的腹部 还有皮子 都是比较典型的 然后再讲一讲 她为什么是老的 是清代的 这个欢呢就是取谐音 它这个长得像猫 但是我们看 清代的欢都这么雕 然后呢 它咸的是什么 咸的是如意 就是寓意欢天喜地 这没问题 这个子儿呢 就是在清代的时候呢 也不是说子儿特别多 他们就拿这个子儿 然后就练手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一定要记住了 就是清代在乾隆之前 所有的玉雕 一般不是特别好的皮子 都不留 不像咱们现在似的 就是看着一块皮 就不雕了 不动了 过去还是要动的 无论皮子在哪 该动就动 能留多少留多少 然后反而是 刚才六号说的这个鸵弓 你看它这个如意这个地方 我们过去的这个鸵片 速度没那么快 所以反而呢 它这个一个呢 是它这个开槽的地方 它比较粗 第二个就是什么呀 它拐角 不是那么地流畅 它比较笨拙 至于说眼睛 这个地方的开 它多拐几次 磨一磨就行了 这种工呢 是很开门的 清代的工 然后子儿料也没问题 好 谢谢施锦超先生 他在机构眼里 会值多少钱呢 请各位输入答案 有请 我们来看看各位的出价 我们看这个拍卖公司的朋友 他就是谨慎 是吧 二号出了一个八千 我记得我几年前 在一个文物商店 买过一个这种 也是一个欢 双欢的一个桌 然后它有一点这个柳 它买得很便宜 就不到两千块钱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东西应该也就是这个行 哪年的事啊 那是 三四年前 三四年前 好 我们来看看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专业机构 对清代何天玉子料 欢天喜地挂件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三万元 最接近的是只差四千元的 三号 李永年 终于发挥一切 不是 你终于有分了 谁都有分 刚才就你没有 就我发现 我完美的错过了 所有的答案 这个价格是 可以成交的价格吗 施锦超先生 刚才二号说那个 是青白玉 绝对不是白玉 对 不够白 而且呢 肯定会有点毛病 对 它的这个定价因素 是一 是子料 第二 够白 然后又是老的 雕工又好 三万块钱是一个正价 它要卖我还真买 挺合适的 挺合适的 好 谢谢师弟 好了 接下来是今天的 第四件宝物 这件产品包主认为是 青乾隆黄幼暗刻龙纹大盘 此盘直径37.6厘米 盘形归整 台笔青薄 内外满尸黄幼 幼色明亮 盘形暗刻正面龙 刻滑细腻线条流畅 底白幼以青花书写 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 传书款 是清代皇家专用的一个经典品种 青乾隆黄幼暗刻龙纹盘 这个头可以吧 这个颜色可以吧 描述正确请选一 认为描述不对请选二 好了 我们来看看各位的选择 请看 有四位认为对 两位认为不对 问一下五号的看法 我就觉得它饱和度稍微有点高 过艳了 对对 太艳了 六号呢 凭我个人我看的这个 右面呢 一点的这个岁月的痕迹都没有 底胎呢 这个我感觉个人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就不错了 接下来我代表杨静荣先生宣布 这一件所谓的 青乾隆黄幼暗刻龙纹盘 它的描述是 正确的 一二三四号加一分 是个真家伙 这个黄幼的瓷器啊 在这个御药厂 控制的特别严 颜色烧得最好的时候 是明代的红质 红质因为它都是大件的 后来就是用胶幼的方法 所以管他叫焦黄 然后后来到了这个青三代的时候啊 这个官瑶继续烧灶 在乾隆的时候啊 唐英曾经给这个乾隆皇帝打了一报告 就说这个五爪龙跟这个黄幼瓷器烧坏的是不是还拿到北京处理 乾隆是这么批的 说这五爪龙民间常有 那意思就是放他们一码就算了 这个谁这个黄幼瓷器 还按照原来的执行 就说你烧坏的黄幼瓷器 也要送到北京来处理 不能在当地处理 为什么呀 就是防止他们这民谣啊 回头拿去这个瓷片跟这做防护瓷子的 回头跟那研究 把这仿制出来 所以这个黄幼瓷器皇家控制一直特别严格 所以你想这样的官邀作品 而且又尺寸比较大 就比较少见 一般拍卖行的这个丁价格这盘子都是按寸算的 而且这个里外黄的 这个是皇帝跟皇后专用的 他们两口子 其他的这个没资格用 你看包括这个贵妃啊什么的 那后面的有别的颜色跟那让你用 这个不能用 贵妃给瓷召瑶得了 那个太后她应该用的是什么黄 土黄啊 我就不是不是不是 太后比这个谁比这个皇帝的级别还高 因为自国以孝为主 那是皇帝跟皇太后用这个 明白了明白了 皇上皇后皇太后 用的一样 明白了 好 接下来就是刚才杨老师说了 一寸算一寸的钱 请各位出价 我们来看各位这一轮的出价 请看 一号七十万元 二号八十五万元 三号四十六万元 四号贷款之后 十一万一千一百一万元 五号二十八万元 六号是唯一给到七位数的 一百五十万元 接下来我们看看 本栏目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 对清乾隆黄佑 暗客龙文盘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三十八万元 林永连再加一分 恭喜你 按说我们乾隆这大盘子 是不是 怎么零个一百万都到不了呢 杨老师 其实我刚才已经提醒大家了 这盘子是按寸 他现在人给了那尺寸了 你按公分算 差不多一厘米多少钱 这一算就算出来 一厘米一万多 对 差不多按厘米算就可以了 这个 他这个盘子 中间是带龙纹的 按刻 如果要不带这个按刻龙纹 那价格要比这砍住一半了 谢谢杨老师 好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五件宝物 请看 好 这件宝物 一张画 这张画是黑白的 号称是陈兆凤画 《梁药书提花卉图周》 我们请李随伟老师介绍一下这两位 陈兆凤呢 是晚清的宫廷画家 擅长花卉 中规中矩 这个在宫里画的画呢 主要是布置宫里的墙面 就是陈设 梁药书呢 是晚清的状元 是书法家 他的书法呢 也是轻易飘洒 在当时宫里边 很受追捧 这个目前在故宫博物院的 楚秀宫 还有他的匾 还有他的匾额 好了 这细节都看得差不多了 真计选一 赢品选二 请 余大师 如果您会怎么选 我觉得是假的 觉得是假的 好的 来 请看各位的选择 就我和大师 站在同一个屋檐下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我和大师的眼光是一样的 好 那个 来听一下 5号告诉你 他为什么不假 来5号 我觉得这整幅画的布局 还有他的画工 我都觉得特别的舒服 然后那个笔触很轻盈自然 好了 接下来我代表李学伟先生宣布 陈兆凤画 良药书题 花卉涂轴 经李先生鉴定 这是一张 真计 一 二 三 五 六 下一分 陈勇志虽然没有答对 但是你荣耀地和大师看法一致 大师我告诉你一会儿得讲 您要给他们以后 您给我一小的 就我永远都在您身边 看到没有 不管对错 我都支持您 林老师这题是不是有点简单呢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陈兆凤呢 他的画风就是中规中矩 一丝不苟 因为在宫廷画家嘛 你想想 他不可能发挥的太大 这幅画呢 你看全用水墨画的 水墨画的表现的层次 画的特别好 完全是中国传统式的画法 用水墨表现的浓淡 包括那花 叶 就跟像有颜色的一样 体现出来的特别完美 好 谢谢林老师 这样的两位 他们都没什么名 但是他是有身份的 名气没有 身份有 深藏公寓名 这样的一张画 在两个机构眼里 会值多少钱 请各位出嫁 我们来看看各位的出嫁 来 1号就给6万 2号给了30万 3号给了29万 4号一咬牙一跺脚 贷款按揭66% 这个都算出来了 5号10万 6号16万5千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 本栏目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 对陈兆凤化 良药书提 以花卉土洲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5万元最接近的又是1号 1号再加1分 好 这个价格 李老师您觉得合理吗 这种画家是没有办法的 你看也是宫廷画家 但是宫廷的宫廷的宫廷的宫廷画家 那你看 朗世宁 爱奇蒙 这都是宫廷画家 那价格差得就太远了 宫廷的一些宫廷画家 名头不大 没有在宫里没有画大作品 所以说后来就是作品价格也上不去 像这类东西大多数是文物公司拿出来的 拿出来展销卖的 文物公司像这类名头的东西很多 有的一些展销拿出来了 拍卖只能上小拍 大拍都没有这种名头 好了 接下来是第六件宝物 请看 明代 吃龙 玉佩 这六个字 明代 吃龙 玉佩 各位认为描述正确 选一 认为不对 选二 请 好 我们来看看各位的选择 曲永志和黎晴之两位认为没错 我们来问一下认为这东西不对的三号 这个绝对不是明代的东西 为什么它绝对不是明代的东西呢 这一面绝对是机器雕的 机雕手修的 它不是明代的那种手工的雕出来的 四号告诉他为什么对 我就是感觉吧 他这个因为说明代嘛 我就感觉他这个粗糙劲儿像明代 粗大鸣嘛 是吧 对 大家都天天说粗大鸣 粗大鸣 对对对 就是就感觉也挺不错的嘛 我个人感觉第一点 第一眼看上去就不舒服 第二点光气不行 光气 对 就没有那个岁月感 好了 接下来我代表施俊超先生宣布 明代吃龙玉佩描述 错误 1236号加分 这个呢 我们要了解就是明清玉雕的一些常识啊 就是一说明代的牌子 它就要明代牌子的一些特征 那么这个牌子它一看 就不是过去那种牌形 而且呢从雕工上 它就没有看出是老气劲儿啊 前面那个吃龙呢 它的这个造型并不是明清时期的造型 这是汉代的造型 而它汉代吧 就是说从它的这个四肢啊 就是表现力上来看啊 雕的不是很立体 而且很弱 所以一看呢 雕工也不行 然后最主要记住了啊 看玉鲜断料 这个料 鹅料 典型的鹅料 记住鹅料这种白 它是跟新疆料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新疆料的白 没有这种直白 惨白 它老是这个白中稍微闪点青头 所以呢看料就不对 再结合看工 看牌形 哪哪都不对 就肯定不老 但是呢我认为像这类的东西吧 挺好的其实 挺好的 说这个要是真是几千块钱 非常值当大 几千块钱 对不对 挺好的一件东西 它就是不是明代的 每个时代 做每个时代的东西就行了 对 好了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七件宝物 请看 这件仓品包主认为是原青 埃幼繁红人物纹碗 该碗高三厘米 口径8.5厘米 气形古朴大方 碗内右面云镜泛青 并用繁红绘制长袖侍女 化工粗犷线条流畅 人物开脸精致古朴 碗外部试幼不到底 露胎处胎至干老 为典型的元旦碗内试幼方式 原青白幼繁红彩人物纹碗 原代的啊 原代青白幼繁红彩 这个品种在我们这也很少见 描述正确选一 不对选二 你连这都要问吗 我感觉这个像真的 大师说的多好 真的 我们来看各位这一轮的选择 来 请看 四号呀 四号跟五号 你们俩挺熟啊现在 我一点在火场里就行 你怎么还跳起来 就是四号他打听完了 五号就听走了 他抄走了 这个既然都是抄大师的 就不问原因了 我们问一下二号 为什么不对 这个我觉得是送分题啊 这个 这又是送分题啊 对 这原代繁红 我觉得就根本没有 原代就跟繁红没关系 对 原代有又里红 但是也不是这样的 这繁红就是完全离谱 我觉得原代有没有繁红 我也不清楚 但是那个红色太鲜艳了吧 我觉得怎么着 原代到现在也 那么长时间 那个又应该有点斑驳呀 或者是历史的那种 岁月变迁的那种 但是它没有啊 要是原代这个繁红这个彩呀 叫红绿彩 以前不叫繁红 因为这个红彩到这时候 可能基本就脱落了 我感觉就是 这胎应该是有点年代 我感觉那是后话上去 接下来我代表杨静荣先生宣布 原清白又 繁红彩人物文婉 描述 纯属胡说八道 一 二 三 六号 贾一生 大师我是不是得罪过你 大师人家又不是研究这个的 人家给你点建议 你不能拿着人家画 你就讹上人家了 大师你会做菜吗 好 这件器物 我们应该给它一个 什么准确的名称 杨老师 其实它要是讲 应当就是清白又 繁红人物文 叫碗也成 因为它这或者应当叫碑 其实是个碑 小一点应当叫碑 年代你要不定 然后这个还行 刚才其实一号说的很准确 这个碑子是老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特别唬人 就这种碑子在这个景的镇 出土的很多 你要在这个市场上 虽然是老的 它市场上买的一二百块钱 买完以后 为了提高它这价值 重新给它上台 然后又再拿这个防红彩在上面画的人物 画人物 这就不得了了 你如果是元代的防红彩色一个人物 说是在这东西的上百万 那填补历史空白呀 而且你仔细看这个小人啊 他不是元代绘画的风格 他这是从这个明代的文室里边移植过来的 而且还不是从这个陶瓷的文室里移植过来的 这都是学过正规的美术教育 在这个什么明代的这个画本里边啊 找的那些资料 参考资料移植过来 让你一般人你还没见过 然后陶芳灯市长又摸了不少人 尤其是想这个发财的 好 这个我捡天漏了 这还不得值一百万 你说要多少 两千 好 点都不点就拿走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 一定看见这个元代历史上没有过的东西 一定要谨慎 谢谢杨老师 好 下一件宝物 请看 好 这一件是号称 李方英 竹石图 我们请池永志介绍一下李方英 我说李连英 我能介绍他吗 那就说李连英吧 说人家干什么 你就赶紧问老师吧 好 请李清卫老师介绍一下李方英 李方英也叫李清江 扬州八怪之一 这个官员 书法家 诗人 做官是连接清正 为人刚正不恶 是个好官 那画呢 这个善画 松竹蓝菊 特别是梅花 这个有特色 以梅花 画梅花著称 好 谢谢 扬州八怪 是吧 扬州八怪都有谁 这哪记得住去 你看完《射电凶传》就记住了呀 何正恶 是吧 飞天兵后 何正恶 妙手 书生朱葱 不是扬州八 那江南七怪 加上李方英 扬州八怪 这张是李方英的真迹吗 我们来看这一轮大家的选择 请看 四号 你分析一下 一号遭遇到什么情况了 是不是我们都打错了 一号 你觉得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对字画不是我的那个强项 就觉得这个画的 比较没有层次感 尤其那个竹子 竹子没有层次感 还不如您画的 这叫什么画 我画的也不是很差 二号 为什么对 我觉得这个画的还是挺好的 它那个竹子浓淡墨 区分层次 我觉得区分的是不错 那些老师刚才说了 书画双绝 我觉得这字写得特别好 流畅 而且尤其那个印章清晰 而且我觉得符合当时那个印章 有没有觉得印章多了一点 某某建藏 某某建藏 某某某某某某收藏什么的 那说明它更真 就是认同它的人多 很多人愿意收藏它 接下来我代表李学伟先生宣布 这张号称李方英逐时图 经李学伟先生鉴定 他是 他是一张赝品 一号加一分 假的 很长时间没有这种大名头的画了 这可说来一张大名头 这个刚才我又仔细看了一下 这个做旧的痕迹就是那种 一道一道横尔 蛇腹断 对 特别明显的做旧痕迹 这个李青江的画呢 这个非常随意 而且呢 随意当中带着钢筋 这幅画整个这个竹子 完全没有李青江的风格 而且呢 字呢 也不是 也没达到李青江的 就是形式 连形式都不像 图章底下这几方 这个收藏印 就是胡盖上去的 很明显的一幅假画 但是你们离得太远 是看不到 就欺负你们离得远 看不到这个画面的细微之处 从远处看 有那点意思 好 谢谢刘老师 谢谢 扬州八怪 是清康熙中期至乾隆暮年 活跃于扬州地区的一批 风格相近的书画家的总称 关于具体是哪八位画家 说法不一 较为公认的市职 金农 郑板桥 黄慎 李善 李芳英 汪世慎 罗片 和高翔 他们的艺术个性鲜明 风格怪异 不落俗套 因此被称作八怪 而关于他们的怪 据传也各有不同 比如 金农怪在财气 郑板桥怪在传奇 黄慎怪在悟性 而李芳英 则怪在倔强等等 但不管如何 这些画家基本都是经历坎坷 有着不平之气 对平民阶层深有同情 在创作上更是不愿做别人以开创好的道路 而是另辟蹊径风格独创 技法层面也是在尊重古法的基础上大胆出现 追求个性 让当时那些习惯了传统的人们觉得新奇 甚至感到有些怪 但是 正是他们的这些利心意 构图仙 技法仙的怪 打破当时的僵化局面 给中国绘画带来了新的生机 影响了后来的一批艺术大师 走向新的境界 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件宝物 请看 今天常规时间的最后一件宝物是 宝主认为它叫青代翡翠福禄寿牌 请各位现在做出选择 青代翡翠 不入手牌 大师 咱们错一晚上了 咱们给自己证明证明怎么样 要么就错到了 不会 大师 再做一回吧 再说一回 怎么样 我在这个时候 是真的吧 就在真的 我跟你说 女人最了解翡翠 是吗 就跟男人了解女人是一样 那就是不了解啊 完全看不通 多少也了解他 好了 我们来看看各位最后一轮的选择 请看 三位认为对 三位认为不对 陈勇之为什么这么高兴 他跟一号又一样了 又一样了 不是有一种那个抄题抄到尖子声的感觉了 我们来听一下一号的看法 为什么对啊 这个是典型青代那个老坑翡翠的 那个福禄瘦的四六排 标准尺寸 刁工啊 四缸牌吗 是不是 对 跟那个 尤其那个字 一看就是老的刁工 这个料也是老坑翡翠 我从我这个角度看 其实我是对这个绿色 它的这个绿色质疑 它这个颜色的过度不是很 就是很自然 它感觉有点像染色的那种感觉 陈勇之 说一下 你为什么认为它对 来 二姨给他们解释解释 这就认了二姨了 大师 来给他们解释解释 有些人工的东西吧 它还比较 现在的工艺啊 手工啊都比较那个 都比较完美 它那个颜色的过度的非常完美 相反呢 那个自然的东西呢 有时候还不那么完美 你看看 这我亲耳 这是 这是刚 就是我耳术说得多好 好 接下来我代表 施俊超先生宣布 最后一件 清代翡翠 福禄寿牌 经施俊超鉴定 描述 正确 先说三号的问题吧 说他怀疑这个颜色这块啊 就是我们看翡翠的 B或C或是光看颜色吗 你不得看表面的这个 那个串石纹 对啊 没有啊 但是从我这个地方看 这个那个颜色可奇了 感觉就感觉没有那种 过度自然的那种 那反而是这个东西 它是非常连续的 你没看它那个 就是深浅 它是连续性的 你除了这点颜色以外 你看再看它的功啊 功是没有问题的 对 老功是包括这种体材 你看我们现在 还雕这种体材吗 就是雕的很少了 对不对 就是我们过去说 雕功必有意义 有意义必吉祥 你看过去的人 他雕了一个鹿 然后鹿嘴里咸了 一只寿陶 那么上面在一个蝙蝠 其实这东西已经点提了 福禄寿 这就是给老人 过瘦的一个牌 所以看功 看料 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牌形 非常开门 好 谢谢石俊超先生 今天常规时针的最后一分 给他出嫁 来 各位请 我们来看大家的最后一次出嫁 来 请看 四万 六万五 两万八 五万五 五万八 两万 这大家都其实差不了太多 我们来看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 对清代翡翠福禄兽牌给出的估价是 五万元整 最接近的是 持有知 你这一分不得了啊 哎呀 你这一分让你差一点就进前三名了 但是毕竟还差一点啊 差一点 但是没关系 我觉得今天那个跟大师一聊 学会了很久 是吧 这甘亲都认完了吗 是不是 谢谢二姨 好 这个价格 施先生怎么看 这个牌子一般就是我们说 清代的这个翡翠牌子的价格 其实还不如何天狱的 跟现在人的审美不一样 审美不一样 没错 过去呢是讲究色 色辣就行 现在人呢是认肿 没色也行 你看完全就是两个 就是审美的标准了 所以呢 他的价格呢 一直在拍卖上 也是起不来的 这确实是像这类东西 只能上一些小拍 那么他的价格呢 我认为五万块钱 还是可以接受的 好了 我们看一下 今天常规时间结束之后的得分 排名前三的是一二三号 而且二三名还没分出来 感谢四五六号的参与 二号三号 接下来用一题决出 谁是第二名 请听题 尽管清道光时期社会动荡 经济衰落 瓷器生产受到很大影响 但作为宫中生活 陈设所用的官瑶瓷器 仍然不乏精美制作 以下哪个唐浩款的瓷器 代表了道光官瑶瓷器的 最高制作水平呢 开始 二号 我应该选C C 慎德堂 慎德堂 正确答案是 慎德堂 二号加一分 好了 进入最后一关的三位 按照得分高低 分别是一号 二号 三号 进入今天的最终环节 这件餐品是清道光官瑶 粉彩凤球黄纹双耳瓶 瓷瓶高三十厘米 附近十四厘米 七行规整大方 主题纹饰精美 一凤一黄 相互凝视 深情款款 周边花卉 绘制精细 形态各异 饱满鲜艳 层次丰富 瓷字双耳 制作精致巧妙 地族修胎规整 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传书款 线条流畅 书写规范 为标准道光传书款知识 是一件难得的清代 官瑶粉彩瓷器 欢迎各位来到 今天一锤定音的最终环节 今天我们为大家 乘上的是 清道光官瑶粉彩 凤球黄纹双耳兵 这样的一件东西 它在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专业机构眼里 会值多少钱 一号 二号 三号 出价开始 一号 我出十五万 十五万元是李峰的 首次出价 十五万元 我的提示是 低了 继续出价 二号 三十三万 三十三万元 是张天宇的首次出价 三十三万元 还是低了 继续出价 好 一号 三十五万 三十五万元是李峰的第二次出价 请听提示 低了 继续出价 三号 三十九万 三十九万 三十九万是李永连的最终出价 三十九万 请听提示 还是低了 继续出价 两位都只剩一次机会了 二号 六十二万 六十二万是张天宇的最终出价 六十二万 请听提示 三十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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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了 正确答案在三十九到六十二万之间 这两个数字都不在李峰的掌握之中 所以难度非常大 李峰是愿意居中 还是更偏向于其中一位呢 现在三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告诉我你的最终答案 四十万零五千 四十万零五千 他选择了偏向李永连的这个数字 我们来看一看 本栏目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 对清道光官窑粉彩凤求黄双耳屏 给出的估价是 人民币五十七万五千元 恭喜二号 一号没赌对 他要贴着你赌他就赢了 我们请杨老师讲一讲 这个瓶子为什么值这个钱 大家记住了 道光的瓷器比嘉庆的瓷器价钱要高 原因是 它在这个流传的过程当中 有两次大的这个损失 最大的一次是 在这个英法联军在先锋的时候 烧圆壁圆 道光瓷器 道光玉瑶厂的瓷器 大部分那时候都在那里面摆着 菜了不少丢了不少 所以传释出来的就是道光的 官邀的瓷器 比我们原来生产的 原来保存下来的少的要多得多 物以稀为贵 所以这一脑的价格 就比它这个原来的价值要高 好 谢谢杨老师 今天最终获胜的是2号张天宇 我们请张天宇上台 我们请江西省高级陶瓷美术师 于芳女士为她颁奖 这个太大了 好 恭喜张天宇 来 我们站到中间来 好 好 我们也感谢于大师的馈赠 谢谢您 谢谢 好 感谢所有的夺宝人 谢谢你们 谢谢 最后我们把掌声送给三位专家老师 谢谢老师的坐镇指点 谢谢 感谢各位收看本场的一锤鼎音 我是卓易 下周见